半年时间,美军现役三款隐身飞机B-2、F-22、F-35频繁做出不寻常的动作 美军意欲合围,敬请关注本节目 2018年11月,美军首次集结36架F-35A进行大象漫步秀肌肉 2019年2月中旬,美军在夏威夷集结了B-2轰炸机F-22、F-35三大隐身力量联合演练 F-35B战机满载起飞,首次开启野兽模式 2019年3月下旬,美军再度集合24架F-2隐身战机进行大象漫步秀肌肉 2019年5月,美军发布B-2隐身轰炸机投下14吨的GBU-57MOP炸弹视频 频繁秀隐身军事力量,美军意欲合围 三款隐身飞机夏威夷联合演练尚可理解 但是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大象漫步表演,美军意图就不那么简单 通常,大象漫步用于测试机场基地的战备情况 评估战时飞机短时间内部署的最大机动能力 以及模拟应对战时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 但是很明显,美军基本不会在同一机场部署超过36架F-35A和超过24架F-22 这两次的大象漫步都是美军从不同基地调动集结在一个机场进行表演 并非为了测试机场战备和应急机动能力 飞机称,美军虽然拥有全球所有军事力量难以比肩的隐身力量 这成为美军强大作战能力的一部分 但是也可能成为最薄弱的一环 美军三款隐身飞机中除了F-22不完全依靠隐身 自身还有惊人的超机动和超速巡航能力 F-35A如丧尸隐身性能将可能连一些四代机都不如 第二轰炸机更是如此 如果没了隐身性能 其庞大的机体更是成为防空导弹的把镖 从这个角度上分析 美军空中力量凭借其强大的隐身性能具有压倒性优势 但是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 凡隐身技术的发展倒让美军三大隐身飞机的隐身性能过时之际 有意思的是 华为创始人军人出身的任正非 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无意披露出一个重要信息 他说我们的米波雷达看见了FR 任总所说的米波雷达应该是指 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三座标米波雷达 该雷达为中电科研发 能够获得国家如此重要的大奖 也能说明其性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